之後第九題,有一個Equilibrium 放了兩個Dm3的一個container 然後就有它react A part,它就叫你寫過KC的expression 這個很簡單,KC的expression KC是什麼呢?就是product的濃度 除回reactor 就是X2的Gas 不過就是在Equilibrium的情況下 留意,它有四摩在前面,就是四四方 然後就成為CX2 Equilibrium的情況下 除回reactor,即是CX4 Equilibrium,以及X2S Equilibrium,以四方 不要漏掉這個四方 不要掉進去 好,到B了 那就叫你填那個格子 我先抄一抄 它要填什麼呢? 填那個CH4 Initial Mode和Equilibrium Mode 其實這個就不太難的 純粹玩ModeRatial就完成了 OK 0.08 這個是0.11 OK,我們試一試怎樣做 事實上就不難的 如果這個是Initial 這個是Equilibrium的Mode 那我們就比較一下 事實上呢,我就是看兩個夠了 我就是看X2S就幫到我手了 為甚麼呢? 因為呢,這個Reaction 是這兩個就是Reaction 它們一起React才變成Product 而這個比例就是1比2 即是說呢 我們可以先想一下 到底你那個X2S 多了多少 先等等 我們先計一計 0.1-0.08 就是多了0.03 那我就可以猜到 即是說這個Reaction 應該是正在回頭 因為你是 X2S 是多了 好了,但是 到X4 怎麼看呢 由於它是1比2的關係 即是說 如果你這個多了兩份 X4就多了一份 所以我就可以猜到 你X4的增長就是 加了0.03 over 2 因為1比2是一個V 那就按一下 0.04加0.03 over 2 0.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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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純粹是關於ModeRaisal 完全不關於Colimium 好,那我們到B2 B2 叫你計個KC出來 好,這很簡單 剛剛說 KC就是這條色 然後就把Number Colimium 例如 X2 X2的Mode 叫做0.02 但記住 我們是說 Concentration 它的System 是放在2Dm3 的Container上 所以要Mode取回Fallium OK 然後呢 四四方 再來 我們的CS2 就是0.025 除2 又是 要變回Concentration 再來 再來 Stage4 就是0.055 剛才計算的 除2 以及0.11 除2 我們的2次方 OK 之後就按機 只要你不按錯 答案就出現 答案就是 1.5 乘20-6次方 好了 最麻煩的是 單位 單位 想清楚 現在這四個Number 都是濃度 我會想起 就是 mode per dm3 OK 同意嗎 先說分子 分子四次 加一次 就五次 即是 濃度的五次方 除 mode per dm3 留下就是一次加兩次 即是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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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完 就是mode per dm3 乘9的二次方 對吧 之後就要乘9 到裡面 答案就是 mode 2次 dm 就負6次 OK嗎 單位是重要的 寫錯是不被分裂的 8 10分 OK嗎 這就是我想單位的方法 就像數學index 去玩就完成了 好 最後吧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問你 如果 volume 變成三個dm 圈 那 KC會不會變呢 當然不會 事實上 KC只會受 溫度變 對吧 volume 怎麼變都沒有關係 所以 答案一定是 remains unchanged 一定是 remains unchanged 但為什麼 要解釋 因為 KC 就只 Depends on Temperature OK 那些 什麼volume 轉變 完全是不影響 KC 所以 第九題 都搞定了